今天玩一下回忆之旅 困难模式第一关 先看一下任务 寿苗内介绍十个僵尸 不是有能量度过关 不得拥有超过十五颗植物 接着一个兵用 那第一个任务就很简单了 这一关是有弹跳板的 弹跳板和三叶草是完美搭配 带上这些植物 应该差不多了 跳板在这个位置 那植物种植物应该是安全的 来吧 先演示一下僵尸怎么收拾的 666 Nice 三级的头关神奇还给了鹰头 不用吧不用 小鸡也给吹走了 双头像鱼喵也装够了 可以捉猫尾草了 这三个家伙也逃不掉被我吹掉的命运 蛤 哪来这么多鸡和兵用啊 吓死人了 还好猫尾草够顶 头关神奇给的坚果也正好能派上用场 挡一挡兵用和鸡 虽然咱们火力供 但是这关将是时候会留下墓碑 我都没第一分钟的植物了 不过反正这关有个人物是不能游泳超过15克植物 问题不大 弹跳板上都是墓碑 为什么不把墓碑弹走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